大家好 晚安 今天夜行的现场 我们先持续带你来关注的就是呢 现在中美科技战士白热化 那为了要反制美国拉拢日本等等的盟友来围堵 中国大陆网信办现在有所动作了 日前就宣布了要锁定美国的记忆体晶片大厂 美光来启动网络安全审查 这是大陆的网信办他们在3月31号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的官网上头的截图 他们在官网上头公告呢 会依照国家安全法 网络安全法 对美光来加以调查 而对此其实大陆媒体就有所批评了 好 批评的是美光就觉得说呢 美光根本就是所谓的政治投机者 因为5年来斥资954万的美元 向美国政府来游说关于晶片法案的实施 那其中提到的就是呢 这个关于中国还有竞争 而且呢这个大陆媒体直指美光 就是唯一一间公司提起相关的竞争的部分 好 不过业界人士就认为呢 由于中国大陆他们并没有说明美方 美光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 到底是触犯哪些国家安全的问题 而且说是因为网络安全来审查 那未来在中国大陆有庞大业务的 相关的企业包括了高通 博通或是英特尔等等的美国企业 有没有可能也会成为下一个审查目标呢 当然现在是引发了市场上的关注 不过对此美光他们表示说 正积极跟网信办来沟通 并且全力配合相关的审查 好 我们刚刚提到了中国大陆呢 其实没有说明说美光的产品 到底是有哪个部分 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 但是这个审查的消息一出 也导致周五的股价下跌至少4% 好 不过中美关系竞争激烈 但是还是有持续有些沟通的动作 包括了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30号就来北京这边会见美中关系 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 王毅他就表示了 其实中国呢内外的政策 都是保持着高度的连续性 还有稳定性 当然对美国的政策也是一以贯之 可是美国对华的政策 却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可以把中国大陆打造成 严峻的地缘挑战甚至是威胁 王毅也进一步表示 之后要改善中美关系 那美方应该要彻底落实 两国元首先前拜席会 在巴厘岛会晤的共识 真正的落到实处 重归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 停止打压围堵脱钩锻炼 等等的错误行径 似乎也就是提的是 当前美国加大对中国大陆 包括在晶片还有科技战 种种围堵的部分 好 另外要来看到的是 日本政府先前也宣布说 要限制二三种半导体的 制造设备的出口 好 这也被认为说是日本呢 他们是要配合盟友美国 对于中国大陆来进行 科技贸易的管制限制 大陆先进晶片制成相关的能力 好 不过呢 对此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 他就说了把经贸 还有科技的问题来政治化 会破坏全球产工链的稳定 只会损人害己 那其实在今天呢 大陆的外交部长秦刚 还有日本外相林芳正 也会在北京来会面 那预计也会谈及到的是 中国大陆还有日本 在晶片上头的议题 好 其实呢 这两天是日本外相林芳正 他访问大陆的日子 他也会跟秦刚来会面 当然了 现在要谈的 就是刚刚提到的晶片的部分 另外还有一个日方 最关注的议题就是呢 日本很希望就一名被捕的 日籍间谍嫌犯来进行磋商 那林芳正在行前 其实中日的军方就已经有热线 而这个热线也开通了 现在大陆官媒环球时报就指出 这是中日关系趋于改善的 积极信号表明的诚意 日本外长林芳正抵达北京 日本媒体报导 林芳正希望就被拘留的 日本嫌犯与陆方进行谈判 这位日本安斯泰来制药公司 外派大陆的五十多岁日籍男子 三月时遭大陆国安部门 以此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违反大陆的刑法以及反间谍法为由 加以羁押 目前正进行审讯 林芳正则将就此事件 要求陆方尽快释放改命男性 日媒报导 这次林芳正除了会见秦刚 还可能会晤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以及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 充分说明 睽違三年日向访路的重要性 日本防卫省则宣布 开通日中军方热线 在林芳正访华前夕 中日双方释出这个消息 环球时报分析 这充分说明 双方希望减少两国摩擦 也表明了两国的诚意 日中关系看似持续和缓 但是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同天宣布 将对用于晶片制造的六类设备 实施出口管制 陆方痛批 这种行为损人害己 全球芯片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 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 将经贸和科技问题政治化 工具化 武器化 人为破坏全球产工链的稳定 这种行为只会损人害己 路透报导也分析 日方此举实际上是在配合美国 遏制中国制造先进晶片的能力 日本外向访问大陆 在考量营救遭到拘留的间谍嫌犯 以及在中美日之间取得战略平衡点 是否能取得进展或是空手而回 林芳正会见李强将会是重要关键 记者离境综合报导 国际焦点来关心到的是乌克兰 想要把俄军全部赶出领土 对此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 谈言说今年不大可能做到 在俄乌战事如火如荼之际 俄罗斯却在1号开始担任了 联合国安理事会的轮值国主席 这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炮轰说 认为是安理会的权威之阶破产 乌克兰想要把所有的俄军逐出领土 对此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 秘利接受专访表示 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短期内做不到 目前在俄方占领下的乌国境内 还有几十万的俄军以及俄罗斯人 而在俄乌战争持续进行之际 俄国却从4月1号开始 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国主席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大批荒谬 认为安理会权威破产 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网站 在3月30号出现一份线上请愿书 呼吁基辅在境内部署核武 引发北韩领导人金正日的 妹妹金宇正的炮火全开 批评泽伦斯基撤动连署 以达到发展核武的野心 俄乌之战看不到尽头 也使西方国家开始展露皮态 德国国防部长坦言 因为战备库存已经出现缺口 因此不会再向乌国提供军援 不过波兰总理指出 乌克兰已经下定100辆 多用途的轮型装甲车 这款装甲车是根据芬兰的许可 在波兰制造 而根据英国的情报 俄国参谋总长已经出任 清乌作战指挥官80天 但是俄军在顿巴斯地区 付出数万人伤亡的代价 却只取得微不足道的进展 浪费了俄国去年秋天 因大幅动员取得人数上的优势 也正挑战俄罗斯总统普丁 忍耐的极限 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看到巴基斯坦 通货膨胀相当严重 在三月份的通膨年增率 超过了35% 创下了新纪录 而成千上万的 居然是聚集在了 全国各地的面粉发放中心 不过由于僧多周少 因此争先恐后抢夺粮食 而发生了财踏汗事 造成了16人死亡 另外巴基斯坦的通膨居高不下 现在外汇存底 已经下降到 解足以支付四周的进口货物 海荒鲍鱼干贝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相有折扣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